因為今年其實很流行什麼 野生美 野生美 就是那種羹羹分明的感覺 羹羹分明 馬上 這個是Solong他們家新出的 而且它這一款最厲害的地方是 它可以抗暗沈 它裡面有添加玻尿酸以及膠原蛋白 Cocky 的藝術家眼影盤 是無限寶石色耶 這款的珠光的非常多 對啊 我覺得可以畫出那種花朵般的那種色彩 繽紛感 真的 而且我喜歡這個黃 我覺得這個黃很好看 今年的流行色就是黃色了 對對對 這支眼影刷其實是真的蠻好用的 它那個粉都不會飛耶 嗯 它感覺不會刮粉 我來試試它的漸層 它剛才刷上去完全沒掉粉 對 而且這種眼影刷好處的話 因為它是球形設計的 所以說在暈染的時候 不會有界線耶 對 沒有這個在畫眼影的時候 是非常關鍵的 對啊 然後另外這個是MAYBELLINE的 紐約時尚顏彩盤 顏色也很美耶 玫瑰色系 它還搭配了一些紫色 我覺得它畫起來也會有很漸層感 那你應該必備那個 DVI的刷去搭配對不對 這一定要的啊 我們在畫眼妝的時候 那個細膩度 我跟你講全都 對的刷具真的是 耗時可以很簡易辦的 沒錯 剛剛也是一個裝潢的靈魂耶 這個是Solong他們家新出的 專屬定製清粉底 而且它裡面有添加 SPF50的防曬係數 它的防曬力非常夠 它非常 你有看到嗎 保持 對 它流動性非常好 它延展度很棒 沒錯 超輕膚的 而且它這一款最厲害的地方是 它可以抗暗沉 的同時呢 它裡面有添加玻尿酸 以及膠原蛋白 啊 難怪它延展性這麼高 如果說喜歡那種 若有四五妝感的女生 非常可以試試看 若有四五 我覺得這個是這幾年的妝容重點 在底妝上面 真的 剛剛洗完這一支 大家可以去試試看 我覺得像這種打亮液 它其實就是一個 非常好用的一個產品 那很多人在使用珠光的時候 都會想要在底妝完成後 選用珠光粉 但是其實它可能就會比較容易 會有那種 塔粉 對 斑薄 出油後 它就會有這樣子的困擾 對 但是如果是用這種打亮液 在妝前粉底的時候 就先做的話 它其實就可以讓我們的底妝 看起來更有光澤感 它延展性也很厲害 對 沒有錯 融合度其實是很高的 融合在它的膚色 所以就全膚色都可以用 全膚色都可以用 那再來 我們如果有了光澤的底妝 一定要有粉嫩的氣色 我剛剛看了一下 這個 它其實是一個日系品牌 叫Fujiko 它其實是2016年才上市的品牌 但是它其實 主要的訴求就是 在各種忙碌的 生活底下也需要快速的完裝 所以它其實這個腮紅的設計 大家有沒有發現它是三色 對 它從我們的假彩色 調和色到打亮色 它就是一個 像這樣子的一個棒狀的產品 就直接搞定 在膚質完裝之後 你看它可以直接畫上去 因為它做了一個調和色部分 所以它其實在融合度上面 是非常的高 還有一個技巧就是 它可以單色使用 就是如果今天我不想要打亮 我只想要讓氣色更加粉嫩的話 那你就可以只使用這個 夾彩色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單插 去加強我們的 顏色的妝容效果 我覺得 是不是 打亮夾彩一次完成 可以做局部的加強 好像有沒有5分鐘就變3分鐘 對 有人講了 它這一支的話是液態眉柄 就是它裡面是水帳 春天到了很怕是什麼 可能出油流汗 而且這一支是四叉頭的耶 快速 因為今年其實很流行什麼 野生眉 野生眉 就是那種根根分明的感覺 根根分明馬上 對 超快速的 這樣就感覺 樹幹 真的假的 對 完全不用擔心說會暈耶 好厲害 真的耶 真的沒有掉耶 超強耶 所以眉毛大家最怕就是 有汗或是剝瀏海的時候 那個眉尾就不見了 對 因為一旦出油 對 變無眉道人 馬上卸妝 就是無眉道人的救星 對 就是要這一支 我好像看到一支很厲害的東西 1028 那這一支比較特別的是 把毛密跟仙長都合在一起 哦 所以一支就搞定兩支的效果 那就是女孩子的睫毛救星耶 對 那馬上30秒就可以出門了 來看一下 睫毛膏最重要的就是刷頭 好像跟之前的不太一樣 對 跟我們剛剛說的那一款 對 不一樣 對 因為它之前濃密 它好像在除一點 對 濃密還在除一些 它又把它在縮小 而且因為它監禁濃密跟仙長 所以對於像我們亞洲女孩 玩睫毛又吸收的人 一支就解決了耶 它不用帶兩支 對 哇 太方便了吧 對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剛剛看到後面 它還有寫說可以保養睫毛 保養睫毛 對 它裡面有加冰帶 跟膠原蛋白 所以很多女生刷睫毛膏 最怕什麼 卸妝的時候 開始掉睫毛 對 這一支完全解決女生的那個形身耶 對 我覺得這一支很適合 現在這個時候使用 因為剛好聽到說要春天那種妝容 我覺得一定要有細緻精緻感 對 眼線液 眼線液 這支眼線液我覺得非常可以 它的刷毛 感覺又更細了 更細了 它是毛筆頭嗎 刷毛筆更細了 毛筆頭 毛筆頭 有沒有看到 超細的 而且感覺它超豪華 因為它之前就已經超豪華了 滑順啊 對 而且它的拉眼尾的方式好拉喔 有沒有看到 它的黑非常的飽和 不會讓你覺得 這個水沒有那麼飽 而且剛亨利說我真的手在抖 還可以畫出這麼穩 完全手抖 沒有必備 對啊 你剛起床手一定會抖 這手跟你說 這手就是這支眼線 20秒出門 剛剛其實大家都提到 比如說可能 底妝裡面有需要很需要光澤感 或者是眼影需要很繽紛的顏色 那當然我們的唇妝也不能輸人啦 艾杜莎新出的唇膏 它裡面的話有添加了紅花油 你看喔 輕輕的抹在我們手上 超有光澤感有沒有 讓你早上提早10秒出門 你們不用再擦護唇膏 用提炸 你就擦這一支就可以出門了 超強的 真的 而且他們其實 這有點像是唇膏耶 對就有點像是唇膏跟護唇膏的做結合 不用再上護唇膏了 那打造春日朝氣感呢 需要著重在我們的肌膚要有自體發光的感覺 首先呢 我會在粉底液之前 先使用液態的打亮液 藉由打亮液裡豐富的細緻珍珠圍理 可以使我們的氣色 以及輪廓更加明顯 各家的透亮 那我會局部呢 使用在我們的顴骨 以及我們的眼睛下方 甚至是我們的T字部位 都可以做一個提亮喔 由於我們的眼妝色彩比較繽紛 所以在我們底妝的部分呢 更要保持乾淨透亮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點喔 所以在選用粉底液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選用質地比較水的 那輕輕的刷上 讓膚質呈現平滑 雲亮的感覺 這樣就可以輕鬆打造一個春日發光肌喔 眼妝部分呢 我們先從眉毛開始 最近很流行的眼神眉 使用液態眉筆就非常適合喔 因為它可以在眉頭處畫出根根分明的眉毛 而眉尾容易掉色的人 也可以使用液態眉筆 描繪在眉尾處 這樣讓畫好的眉毛 可以更持久更補一脫妝喔 眼影選擇明度較高的色彩 有別以往前後分段式的畫法 採用由下到上的方式做深淺漸層 這時顏色放的位置就很重要了 眼頭使用黃跟紅色 暈染出清新的漸層感 眼尾部分紅綠去做對比 展現出活潑的繽紛感 打造出春天花海百花綻放的夢幻眼妝 眼線為了不搶走眼影的色彩 只要在睫毛根部畫上內眼線 讓眼睛有神就可以囉 因為主題是花朵系眼妝 所以我希望透過睫毛 打造出要綻放的感覺 所以使用1028睫毛膏 它的效果既現場也濃密 非常適合這次的主題喔 在唇彩上呢 我們選用了最新的愛杜莎的唇膏 豐富的紅花油 在我們上唇妝的同時呢 又能自入我們的雙唇 那技法上非常簡單 就只要輕輕的點在我們唇膚的中央 再利用我們的刷具輕輕的暈開 那在甲彩上呢 我們今天選用了一個三色的腮紅棒 裡面還有打亮色跟腮紅色 那我們只要輕輕的在於我們的腮紅的位置 做一個抵化的動作 再用我們的指腹去輕輕的推開 就能襯托出紅頓的好氣色 請進去這邊 paid me for 你的刷子 快 3539 主題 麻痺